哈囉大家好 今天呢我想說來做一個get ready with me 順便教學一下就是我最近改用眼線液畫的眼妝 因為就有些人在問我說可不可以教就是眼妝 所以我就想說來教一下 那其實還蠻簡單的 那我就先來畫底妝 我最近都用因為我的換眼明目用的差不多 所以我最近都用之前買的Fenty Beauty的這個primer 就我化妝我一定會上primer 所以管什麼primer 只要有primer我就會用 然後因為在西班牙天氣比較乾 但是沒有到像美國那麼乾 它就是一個比台灣還要乾一點 沒有那麼濕的天氣 但是還蠻冷的 所以呢 它蠻適合用氣墊粉餅的 因為我用粉底液的話呢 很有可能會有就是因為太乾所以浮粉的感覺 所以呢 我最近都用氣墊粉餅 用我之前推薦的HERA的氣墊粉餅 但其實我最近有想要買一些別的氣墊粉餅 例如說像可能YSL的那個 有一個什麼超模 也是超模光系列的氣墊粉餅 我覺得它的超模系列真的就都很好用 然後我現在帶用HERA的氣墊粉餅 可以這樣超模光 那今天呢 我現在目前是自己一個人 算是自己一個人待在家裡 還有它的狗跟它家的那個打掃阿姨 因為Chubby它去見客戶了 所以呢 我就在想說等一下要幫我出去 自己一個人逛一逛街 可是我自己一個人逛街就很危險 我覺得很有可能會買很多東西 那就差不多 上一層就好了 然後呢 就稍微刷個蜜粉 這個蜜粉我現在還是用這個 Laura Merci的蜜粉 然後這個刷子依然是我 之前在西班牙買的刷子 其實這邊沒有到那麼濕 所以一玩氣墊粉餅 臉就沒有這麼 就比較不會那種黏黏的感覺 所以 有時候會覺得好像可以不用刷蜜 好 所以呢現在底妝已經化好了 在這邊妝真的是還挺乾燥的 吃到毛 吃到毛 好 再來最重要的部分就是眼妝了 那上次我在Instagram PO的那個眼妝呢 其實真的超簡單 我真的沒有畫什麼 就我用這個我之前買的Tarte 這個盤 叫做 Don't quit your daydream 這個應該上網搜尋可以搜尋到 它官網已經沒有賣了 好像是就是2017年的限定盤這樣 但我覺得應該很容易可以找到類似的顏色 因為它你看 它的顏色都是這種很基本的顏色 那我會先用這個love這個 有點深膚色的這個顏色做為眼皮的打底 就拿這種比較大的刷子 然後就是 基本上就是塗滿你的眼球的部分 然後我最近 因為我以前啊 上我以前沒有很常用眼影 所以呢 我在上的時候 我會從眼頭開始這樣刷 後來我發現不行欸 這樣你的眼頭 就會沿著很深 所以呢 就是你應該要從眼睛中間開始 然後把它 暈到其他地方去這樣子 好 畫另外也是 眼睛 大概就是這樣這樣 開始從中間開始 然後再刷到兩邊去 其實我也不是一個非常會化妝的人啦 所以呢 大概就是這樣 看有點棕色的底就好了 再來呢 就拿一個就是 尺寸稍微小一點的眼影刷 這是剛剛那一支 就是我現在要用的這一支 他們兩個的大小大概差這麼多 好 反正大概就是這樣 拿這個小一點的呢 我就刷這個叫做Striver的這個顏色 它其實就是一個有一點 珠光蜜桃色的顏色 應該也是可以找到類似的顏色 然後呢 就把它刷在 因為 基本上單眼皮的話 沒有什麼就是 雙眼皮眼褶醋啊之類的 所以呢 我通常就是刷 剛剛刷的這個 剛剛就是刷滿眼球嘛 你就刷它的二分之一醋 這樣子 就是刷二分之一 其實基本上這個刷子就是 刷起來就已經是二分之一了 所以呢 我覺得買一個刷具真的還蠻重要的 稍微讓它有一點層次感就可以了 我最近比較偏好走那種 感覺沒有化妝的化妝 所以呢大概刷二分之一 像這樣子 就已經有一點 就眼睛這邊有種比較深邃的感覺了 再來呢 就直接可以上眼線液了 超快速 這個眼線液呢 我是買 這個是Kiss Me的眼線液 真的還蠻好用的 就是它真的還蠻防水的 可是我在台灣用的時候 我覺得比較防水 我來這邊可能 因為太乾 它就很容易乾掉欸 但是我還是覺得蠻好畫的 所以我今天還是用這個 那我買這個顏色呢 是深棕色 不是黑色 就我還是比較偏好深棕色 我覺得會看起來比較自然 那畫法呢 就是我發現 因為我之前用眼線筆 那我可能就是我只會畫就是 外圍 我不會畫內眼線 那就會看起來就會比較突兀一點 那我覺得用眼線液 就是你可以描得比較細 然後可以把睫毛的那個縫 把它填補起來 所以呢 基本上畫的方法就是 像這樣 這樣就完成了 基本上它就是你就是 呃 貼著你的睫毛去畫那個最底部的地方 就是畫最底部的地方 不要畫的太粗了 然後眼尾的地方就是 因為它的筆尖非常的細 大概像這樣 它的筆尖非常的細 所以你眼尾的地方 就稍微 拉出來 短短的一條就可以了 看起來就是一個很自然的眼妝 像這樣子 就比較有精神一點 然後眼尾會比較 妩媚一點 呵呵 這就是非常非常非常簡單的 單眼皮的眼妝的畫法 那我們現在就來上腮紅 那我現在用的這個腮紅 是我最近在西班牙買的 這個NARS的腮紅 然後它的色號是叫做 Tori 喔 門被打開了 是誰呢 是 阿斯本把門打開了 他每次開門之後就不理我了 不知道為什麼 但他就是應該把門打開 關一下 因為我本來想要去買它的那個 NARS很有名的高潮腮紅 結果高潮腮紅它真的好亮喔 就是它裡面 有那種 非常非常 非常非常亮的那種 打亮的光了 但是我覺得就是腮紅 有的時候不會想要這麼亮 所以呢 那個貴姐就推薦我這一塊 那這一塊它也是那種 就是 就是那種蜜桃色 然後它也帶一點點的珠光 可以看到它還有一點點 金光閃閃 看得到嗎 它還有一點珠光 可是它基本上沒有這麼亮這樣子 然後也是這種蜜桃色 而且呢它非常非常的顯色 所以呢就是刷的時候要小心 然後我還買了一個這個 是在Sephora買的刷子 這是貴姐推薦我用來上腮紅的 我本來想要買那種就是 其實很扇型的那種就這樣刷 YouTube上面的美妝副歌 就是拿那種扇型的刷 結果那貴姐就說 我覺得你如果買那個的話 可能會一刷整個臉上全部都是 然後想說好了 那我就買它推薦這個 結果真的還蠻好刷的 而且它超軟 非常的軟 好 拿給它一點點 這樣子稍微刷一下 看這是一個非常自然的一個腮紅 很自然的顏色 然後鼻子中間上一點 登登 看起來就是那種感覺 有點那種喝了一點酒 然後臉有點那種微醺的感覺 這個腮紅我超喜歡的 因為我本來只有一塊 Bobbi Brown的腮紅 這是我的第二塊腮紅 沒錯 我就是一個彩妝的窮人 好 那我們現在要上唇妝了 那如果有follow我instagram的 如果有follow我instagram的人 應該都有發現我最近的 照片啊嘴唇的顏色都很漂亮 就是我之前都是擦一些比較 那種雅光 就是比較霧面的那種 自然的唇彩 那我最近都用這一 就是子春秀它最近 1月1號要上市 就是8 2018年才會出的 這個是它的唇釉 因為它之前都只有出唇膏 這是它第一次出的唇釉 超級美 我這次帶了大概7個顏色 我帶了7個顏色來這邊 每個顏色都超實用 我每天換一個顏色 然後每個顏色都超好看 而且它有一個 它有一兩個顏色就是 擦起來很像那個 YSL的非常有名的407那種感覺 就是一個低調的陳雄性感的感覺 非常的好看 但是我最近喜歡的呢 是這種比較高調的顏色 像這個 這個是它的RD05 我覺得這個顏色很好看 它就是那種大紅色 可是它的 這款唇釉它的這個上色啊 顯色度非常非常的好 然後 它非常持久 就是你如果 現在我一常去 然後拿衛生紙擦一下 它還是會有顏色在上面 就非常的好看 然後拍照起來也很漂亮 那我來上給大家看 你看超顯色 而且還有一個 果汁的味道 好了 看顏色是不是非常的 非常的顯色 然後它很 就是很遮唇紋 你嘗上去之後 就是很像嘴巴上的一個 光療的感覺 就是指甲光療那種感覺 超美的 所以呢 我很喜歡這一款唇釉 然後呢 它在 它是1月1號開賣 20181月1號開賣 然後它開賣當天 如果你買兩支 這支我記得 一支只要一千塊 就是在純幼介 我覺得算是 就這種 專櫃純幼介 真的是便宜的 一款 我覺得就是這種 你看到一千塊 你想說那買兩支 兩千塊 就不用去算什麼 2680啊 2380 就不用 就會覺得 我真的覺得這很划算 我自己應該就是 如果沒有拿到這個 我也會自己去買 然後呢 它2018年1月1號上市 當天有做一個活動 就是你就是可以買兩支 任何的兩支 然後呢 你就櫃上買兩支 然後他們就會送你一個 客製化的唇張 唇張 什麼唇張呢 就是一個嘴唇圖案的印章 然後那個印章呢 上面可以 那個嘴唇上面可以 刻任何你想刻的字 可能是你的名字啊 或者是你朋友的名字啊 或是任何 然後它也會有一個 小小的印尼 你就可以 用那個唇張 就是蓋在上面 我覺得這個 這個唇張很方便的地方 就是你可以 在寫卡片的時候 可能就是寫聖誕卡 還有就是 就是新年快要到了嘛 寫新年卡片的時候 你就不用簽名 你就直接蓋那個唇張 超可愛 然後又很方便 就是可以機械化的動作 你就一直 一直蓋這樣就好了 好 所以呢 以上就是我的 GET READY WITH ME 那這個就是我在 最近很喜歡 畫的就是這種 很自然的妝容 那我也沒有打亮 如果要打亮的話 也是可以用 其實我應該是 忘記打亮了吧 但是我打亮 就是還是用這一塊 就是這個 就我已經忘記要用什麼了 應該會打在下面 的這個打亮 用來用去 還是覺得這塊最好用 那打亮就是 稍微打在上面 油亮亮的 然後 然後 稍微打一點 但是我覺得這塊 塞紅就很好看了 所以 就沒有特別想要打亮 好啦 那今天的 GET READY WITH ME GET READY WITH ME就到這邊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